你就回家了 沒有 今天上班 我就要穿這件 昨天南京都很洗乾淨 下次 哪裡說還可以換 下次 對啊 有什麼問題 小秘書現在是陪吃陪睡陪按摩 就差24小時貼身服務了 但是這話 倒是提醒了總經理 他現在收回 還來不來得及啊 可是我又不會 24小時都在你身邊 你這話倒是提醒我 那果然是嗎 那難道是 包養的前兆 好好考慮我回答嗎 好不容易擺脫老闆的糾纏 回到秘書室 又被姐姐們套路 沒辦法誰讓她是姐妹們 唯一的救星和希望呢 只能硬著頭皮上 可是我剛剛好像聽見順宇有其他的想法 順宇 你要不要說說看呢 順宇 你要說什麼 呃 我不想爬山 想去 泡溫泉 住五星級飯店 是高級道理 其實我 你真的想泡溫泉啊 我沒有泡過五星級溫泉 以前只有跟家人泡過公共預期 好 那今年 我們就去溫泉飯店度假 結果沒想到啊 總經理真的答應了 好傢伙 全體歡呼 看小秘書這麼高興 爸總心裡甭提多美了 這麼美 不夠帥 做事暖暖壮壮壮 凡事扭扭扭捏捏的 但 怎麼就覺得 很刻意 在這邊睡不睡 電機電話 以前總經理都是自己開車去團建 這次偏要和小秘書擠大巴 秘書姐姐們恨不得把他扒光了榜霸總床上 不得不說 這些姐姐太了解他家老闆了 可苦了小秘書 明明出來放鬆的 偏偏被老闆時刻盯著 這還怎麼玩啊 呃 您一個人坐不下舒服 我去後面 我去後面 坐下 本來是要留給你不用靠 你最久沒有 男朋友也會 你不用沒睡 我心理率不好 我上了很多員工 趕快睡 不要等到下車之後 還印象不夠的心情 更慘的還在後頭 小秘書居然要和總經理一個房間 這還讓不讓人活了 看到臥室的擺設 小秘書再也沒法淡定了 這是要他現身的節奏啊 溫泉 雙人 成雙成對 愛心 愛心 還有 這時不知 是不是搞錯什麼了